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经常都会听到有的人,说换了个发型,就像是换了个人。 有很多时候,一个人的发型,也都关乎着本身的颜值。 这种现象,在明星身上的对比,更加鲜明。 明星刘刘海造型太简龄了相信,大家也都知道。 在娱乐圈中,有很多明星,因为造型不适合自己而遭到了,不少观众的吐槽。 但是找对了,合适自己的造型,可是被观众,猛夸一番。 观众对于明星的关注度,一直都很高,而观众关注的,不仅仅是明星的作品。 更多的都在关注,他们的造型和时尚感。 毕竟明星的形象,要比作品更加的,容易吸引大家的关注。 相信大家,也都听说过,刘海可是女孩子,简龄的最佳神器。 有的女孩子,刘刘海之后的模样,可是要比没有刘海的时候,颜值提升了,不知道多少。 其实对于,一些明星来说,也都是如此。 有刘海,到底可以有多简龄呢? 看到刘涛和蒋晴晴,刘刘海的模样,也就知道了。 看到这两位,女神刘刘海的模样,可是说是差别太大了。 刘刘海后的刘涛秒,便小女生,对于刘涛大家,都非常的熟悉了。 想必大家,也都看到,刘涛一直以来,都是给人一种,女强人的记事感。 而刘涛平日里,还经常习惯,把自己的头发,全部扎起来,就连刘海,也都一样。 不过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舞》最新一期节目中,刘涛可是留着,空气刘海一样的发型。 看到刘海,在这一期节目中的造型,还是很不错的。 而且留着刘海的刘涛,让人看起来,更加的小女生了。 与西律女强人的形象,可是形成了一个反差。 不得不说的是,刘涛这样的造型,还是很好看的。 而且看到他,留着刘海的模样,似乎要比平时,年轻了很多。 之前一直都get不到刘涛的美,但是,在这一期节目中,看到刘涛的造型,还是很好看的。 而且整个人看着,也都变得甜美了许多。 看着也都变得,温柔了很多。 蒋琴琴有刘海的造型美丽了还有蒋琴琴,在这一期节目中。 也同样,是留着刘海。 但是蒋琴琴的刘海,跟刘涛的刘海不同。 蒋琴琴的刘海,则是三七分的。 不过看到蒋琴琴的,这个造型的时候,还是让人觉得挺美的。 而且这样的蒋琴琴,让人觉得,显得更加的温柔。 举手投足间,都散发着优雅的气质。 本身蒋琴琴的颜值,就很高,而且气质,也都非常好。 平日里的蒋琴琴,打扮得相对,干练了一些。 而这次看到,蒋琴琴的造型,却是显得她,非常的温柔贤淑。 看到刘涛和蒋琴琴,在最新一期节目中的发型,简直是美丽了。 而且两人这次的发型,显得也都非常的年轻。 跟他们之前的造型相对比,简直是,年轻了不少。 众所周知,刘涛和蒋琴琴的年纪,也都不小了。 看到两人的状态,一直都保养得非常好,人也长得非常美。 稍微打扮一下,就非常的出众了。 刘涛、蒋琴琴刘海年轻十岁不只看到刘涛和蒋琴琴这次的造型。 有了刘涛之后,这可谓是,年轻了十岁不止。 不得不说这刘涛造型,也实在是太简明了吧。 看来不管,是普通女孩子也好,还是明星也好。 在造型方面,还是很重要的,找对了,合适自己的发型。 不光是看起来,年轻了许多,甚至是颜值,提升了不少。 对于刘涛和蒋琴琴来说,两人的年纪,也算是到了中年了吧。 但是看着两人的状态,依旧是非常的不错。 甚至看着,依旧年轻漂亮。 尤其是看到两人的,刘海发型之后,让两人看起来,就更加的年轻了。 就连整个人的气质,也都改变了不少。 本身两人,就是大美女,如今换了个造型。 更是美得,让人挪不开眼了。 好了,本篇文章的内容,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大家觉得,刘涛和蒋琴琴,这次的造型,怎么样呢? 有没有觉得,年轻了十岁? 安? 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�后来猜猜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